平安 欢迎大家来到恩慈台福教会 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让我们一起来 首先先来敬拜我们的大君王好吗 来请大家一同起立 我们来敬拜我们复活的主 他是满有恩典慈爱 荣耀尊贵全能的主 他赐下爱赐下医治 他赐下宽恕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里 敬拜他 让我们敞开心 打开我们的声音 打开我们的心 一起来高声赞美他好吗 来 我们可以敬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 荣耀尊贵全能的全民归于你 你是我的救赎 我的救赎 荣耀尊贵全能的全民归于你 你是黑的 你是黑的 我们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永远的君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 荣耀尊贵全能的全民归于你 你是我的救赎 我的救赎 荣耀尊贵全能的全民归于你 你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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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敬拜 我们敬拜 尊贵荣耀 美丽无比 神的爱子 耶稣 我的救赎 耶稣 我的救赎 耶稣 我的救赎 荣耀尊贵 美丽无比 你是我的救赎 是我的救赎 祝 荣耀尊贵全能的全民归于你 你是陪的 我们敬拜 因祂活着 我们面对明天 因祂活着 不再去怕 我甚至到 他掌管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至于祂活着 神自爱自 祂名叫耶稣 祂爱世人 一生心者 有舍神明 是我最割舍 但那同分 学生证明 救主活着 何等感天 靠耶稣基督 他带给我 赞助喜乐 更绝安慰 我能面对 未来开阁 靠耶稣基督 活着 不再去怕 不再去怕 我甚至到 他掌管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 我们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不再惧疼 我神知道 那场冠冰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我有一天 唯独神彼得 人生苦难 因他活着 我们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不再惧疼 我们再次宣告 因他活着 我们能够面对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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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活着 我们再没有惧疼 不再惧疼 我希望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我们再次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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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刻骨更深地敬礼 更深地敬礼的荣耀和能力 求你鲜明的心意 一生我眼光 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 求你发出你的凉薄和真实 带我到你的深深地里去做 唯有你使我追寻默契的向往 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 让我听懂你心跳 休息你每一个呼吸 更深地敬礼的荣耀和能力 更深地敬礼的荣耀和能力 我对希望安全属于你 祝我刻骨更深地敬礼的荣耀和能力 求你鲜明的心意 我心地敬礼的荣耀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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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听懂你心跳 休息你每一个呼吸 更深地敬礼的荣耀和能力 更深地敬礼的荣耀和能力 再敬礼的荣耀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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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帮助我们更深的爱你 毫无保留的爱你 更深的经历你 经历你的恩典 经历你的信誓 一生爱你 一生跟随你 主啊 我们的心 完全属于你 让我听懂你心跳 收集你每一个呼吸 更深的神地爱你 更深的神地经历你 一生爱你 跟随你 我的心 完全属于你 让我听懂你心跳 收集你每一个呼吸 歌声更深的爱你 我们把心交出来 我们心爱的经历你 对他说 我一生爱你 跟隨你 我的心完全屬你 一生愛你 跟隨你 我的心完全屬你 我想要我們在這邊稍微停整一下 我們不是只是在唱一首詩歌 不是只是一個優美的詞彙 是我們與神我們有 我們是說神來填滿我的渴望 當你渴慕神的時候 祂也就在要充滿你 如果你來去渴望祂 祂也希望你能夠在祂的面前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開啟我們渴慕神的心 所以我們所有的敬拜都是關乎神 所有敬拜都是指向神 我們所做的一切 我們所成就的任何的事情 都是有關於神的 所以現在這是我要你所做的 也許你現在感覺好像不是很舒服 但是我還是希望你能夠照做 我希望你能夠破開你的舒適區 因為這接下來我們三天就是要離開我的舒適區 你要做那些你從來不覺得很舒服的事情 但是這沒有問題的 因為神要藉著你們去成就極大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你現在能夠有兩三個人 來小組 不要一起祷告 現在就是來三個 沒有人可以單獨 我們一定要兩個到三個人 我們不是兩旁我們必須要面對面 就像他們這個敬拜團一樣 他們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面對面 面對面 你們哪怕是跟後面一排的人都沒有關係 但是一定要面對面 沒有任何人能夠是獨自一人的 一定要是有一個小組 每一個人都是要在一個小組當中 很好我們都是有一個小組 面對面 面對面 你們現在看一下這個螢幕上面的歌詞 這是我們回到這首歌的開始 我們回到這首詩歌的第一句 一聲愛你跟隨你 我的心完全屬你 我 回到最前面 主我可慕更深地經歷你 更深地經歷你的榮耀和能力 你現在兩三個人的小組 我還要你們來做一個感恩的祷告 然後我來宣告我們對神的愛 然後告訴神說我要更深更深地認識你 我要認識你的能力更深 我要更深地來去宣揚的榮耀 我們一起來大聲地禱告 向主來宣告 大聲地禱告 順利 讓我來宣告 開始 掌控 時 亂 You two become a group You can just pray together Great 拜拜 Amen Amen I want You to put Your hands out like this 我想你们就将你的丢手朝上 好像牧师一样 不是往上塔 是这样 在你的前面 好像领受的样子 领受 不是手举起来 不是手举起来 手放到前面 不是石头举起来 还是手好像放在前面领受一样 对对对 往前好像要承接什么一样 就好像要领受什么一样 不是在口袋里面 不是我们这样子 好像胶袖手在说 不是在举起来 但是往前打开领受 所有的祷告都是在领受 你领受神的赦免 你领受祂的供应 你领受祂的医治 你领受 所以我要一起来这样祷告 你手打开朝上 来跟我一起来祷告 爱我的主 今天 我宣告我对你的爱 我想要在你的 从在当中服侍 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重要 所以主啊 请你启动我那领受的灵 我今天要从你那边领受 在奉你蛮有能力的名 清除一切的障碍 在我心中所有的障碍 是来阻拦我 来从你那边领受 我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 我也非常渴望的 我需要你今天 我需要你 所以我现在就领受你的爱 所以我求求你倾倒在我身上 倾倒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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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因着信心 我就领受你的爱 奉耶稣基督大能的名 耶稣大能的名 我领受你的爱 开启我的眼 我要聆听你的灵 要教导我的任何事 打开我的眼 我要看见 打开我的心 我要全然地回应你 你那永恒的爱 我要来寻求 祷告这些事 我要向你来寻求这些事 是奉你大能的名 是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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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阿们 阿们 我们请敬拜团在上台 带领我们敬拜 我们再唱一次这首诗歌 and I want us to sing it now and I want us to sing it now not just as a song 我们要我们来去唱诗歌 we are so accustomed to coming to church and singing and sometimes we don't even know we don't even know what we're singing we say oh that's a pretty song I like the song I'm going to sing the song you need to know the words are important we are not just singing we are praising and we're asking the Lord to meet us and our words are making a commitment we're telling the Lord we love him more deeply and we want to see his power so we sing a song again and we understand it better now so we sing it as a commitment let's sing it again 我们再来唱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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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刻不更深力敬礼你 更深尽力敌敌荣耀和能力 求你显明与心意 闭上我眼光 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 求祢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 带我到祢的深山里的举座 唯有祢使我追寻 我心里向往 一生一世我跟随到祢 让我听懂祢心跳 收起祢每一个呼吸 更深更深地爱祢 更深更深地敬礼祢 一生爱祢 跟随祢 我的心完全属于祢 更深地敬礼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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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 带我到祢的深深地敬礼祢 祢的深深地敬礼祢 祢的深深地敬礼祢 更深地敬礼祢 更深地敬礼祢 祢的深深地敬礼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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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深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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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里 我的心完全属于你 是的 亲爱的主 当我们在这里 主 我们聚集来到你的面前 主 我们晓得你早就在这里 主啊 你也在这里 等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回转归向你 主啊 因为我们何等地需要你 我们如果没有你 我们就在枯干的里面 我们若是没有你 我们就在黑暗中徘徊 但是主 谢谢你爱我们 也把我们找回来 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 我们再一次与你对齐 让我们再一次来聆听你的声音 让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被你恢复 来走在你喜悦的道路上 让我们能够持定你对我们的托付 持定你给我们的标杆 主 我们谢谢你 当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 主 我们领受你丰盛的恩典 我们不仅要蒙恩 而且要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求主你继续地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哦 从今天一直到整个的特会结束 我们不仅领受的那些话语是清清楚楚 而且事物在未来 我们活出你对我们的命定 活出你对我们的护照 行在你喜悦的旨意当中 谢谢主继续地带领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保荣耀 颂账 感谢 都会给我们的主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 哈利路亚 阿们 请坐 请坐 哈利路亚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主就借着他的仆人再次地来唤醒我们 让我们重新回到主对我们的命定当中 我们非常感谢主 这次杨道罗牧师来到这里真的很不容易 大家也都知道 他已经是76、77高龄的一位牧者 可是他仍然风尘仆仆地在世界各地 去主要他去的地方 他就顺服地去 我们也看到他没到一个地方 许多的地方的教会就被恢复过来 这一次他来到 他这次的行程 其实从八月一直到十二月 他其实还要去好几个国家 但是这是从八月到现在 如果说以国家来说 这是他的第一站 就来到了纽西兰 他接下去还要去其他的国家 我们昨天早晨 差不多六点钟 我们在机场接到了 杨道罗牧师来到这里 他经过了差不多有三十个小时的飞机的航程 各位晓得他原来在美国 其实来之前 那里在阿特兰达那个地方就有特会 他经过了三天特会之后 再从那里他又飞到了休斯顿 然后转机 再一直就飞到这里来 各位想想看 这么长的行程 差不多经过三十个小时的航程 来到这里 他说他早上来的时候 各位晓得 一定是非常的疲倦 可是我们教母领导会 当时盼望 他能不能对我们几位牧者 本来想说一起吃个早餐 在早餐当中 我们说几句话就好了 但是他非常爱我们 他在这个时候的十点钟 他只是稍微回去 在饭店里面 冲得着之后 他就来参加我们的牧者的领导会 尤其牧者在这里 当我们一唱诗歌 唱完到一个段落的时候 他上来 我们把诗句交给他 我们想 他对我们要说什么话呢 其实他没有说很多的话 他上来说几句话以后 就开始带领我们祷告了 各位他一开始祷告 就让我们站在那里 就祷告了半个小时 各位 那半个小时 他站在那里 带我们半个小时祷告 各位 这个祷告 他一开始的 我真是说 我当时就深深地感受到 他是一个 买有神同在的人 我们看见 他一旦您祷告的时候 我们许多人的灵里面 就开始被恢复过来 这个祷告 越祷告 就让我们里面 越多地打开来 我们就看见 圣灵的活水 开始在他里面 不仅不仅在他里面 也在我们的中间 就一直涌出来 所以各位 这一次 叫那个莫斯来到这里 不是要讲 好多的方法 或是什么 其实就是来唤醒我们 我相信我们 过去的两年 有好多教会 弟兄姐妹 已经听见 他有很多的教导 甚至已经建立了好多的 Upper Room RPG的小组 但是各位 我们会不会久而久之 就把它当作就只是一个形式化的 一个祷告的方式而已呢 还是我们深深地知道 这个祷告是多么有power的 是多么的重要 是有多么有能力 当我们聚焦在神身上的时候 那个祷告是绝对不一样的 所以到这次来 我相信主要借着它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祷告 这个祷告的根据是什么 它带来的影响会是什么 所以我们如果你要有领受 你真的能够有得招 你的祷告不在一样的时候 或是会被主更加复兴的时候 各位 有两件事情 就刚才杨当农牧师提醒的 请大家 我们今天的感谢主 来在这里有实体 参加的 目前有100多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晓得 不论现在在实体聚会的 或是在线上聚会的弟兄姐妹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盼望你有得着 一定要有一个刚才他强调的 你要有一个可慕的心 你要非常的可慕神 可慕圣灵 祂的话语 而且保持一颗谦卑的心 不要以为我们懂了很多了 不 我们在主面前 这是保持一颗谦卑的心 当我们愿意谦卑 我们也怀到可慕的心 愿意聆听就去顺服的时候 各位我深信灵里面一定会恢复过来 你灵里面一定会被复兴起来 你一定跟主看这恢复非常好的关系 你的祷告绝对会不一样的 所以各位 等一下我们开始了以后 我就不再会在那边再说说什么 我今天一开始 先跟大家我们再一次的提醒 彼此提醒 这个时间也很有限 那我接下来也要提醒一下 我们这次很感谢主参加的这次特会 我们没有想到有这么热烈的反应 我们当然很盼望更多的人 但很多人都觉得 这怎么可能 我们是在周间 我们不是在周末 我们礼拜到礼拜四又要上班 又要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我们怎么可能能够举办 然后弟兄姊妹可能会来吗 牧者都那么忙能不能够来 但是各位很感谢主 我们其实一直到昨天 我们看到这次报名参加的人 有470多位 其中参加实体的差不多 报名有150位左右 这是远远超过我们当时 我们所想象的 我们非常感谢主 不论是线上是实体 各位让我们都认认真真 特别是网上 线上弟兄姊妹我要说 因为我们现在不在实体 所以我们都看不到各位 各位可以看到 Papadang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的聚会 但是如果你要有一个 很好的领受 请你即便是在线上 你能保持这样的心 有一个渴慕 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相信主与这里的弟兄姊妹同在 同样会与线上的弟兄姊妹同在 我们同感一临 同盟造就 我们也感谢主 在这次的整个聚会的里面 我们还有整个的大会 虽然我们都是自由 报名自由奉献 但是我们也 呼吁弟兄姊妹 我们当然有很丰盛的领受 但是如果你有感动 因为它毕竟是有蛮多的支出 那这些我们该应该摆上的 我们就应该摆上 如果是你有感动你 因为你为这个大会奉献 比如说这个食宿 这些机票 如果你有感动 那弟兄姊妹 你可以等一下 你可以在后面的 出大门以后的奉献箱 你可以放奉献 或是你直接在你报名的 那个报名的链接里面 可以看得到我们奉献的账号 按照圣灵的感动 让我们在这一切事上 我相信主为我们有丰盛的预备 我们有存在感恩的心 献上我们该献上的 好 弟兄姊妹 我们接下来 我们再一次的一起起立 我们再一同一起立 我们再一次的 刚才特别提到 让我们保持一颗 谦卑 可目 顺服主的心 不论是献上的 实体的弟兄姊妹 我们现在同声开口祷告 然后特别把跑跑到杨朗诺牧师 还有杰弗弟兄翻页 交在主的手中 圣灵高默充满 圣灵充满他们 感动他们的灵 也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同声开口 一起向主祷告 末了我们请诸名牧师来带领祷告 是的主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聚集在这里 我们来领受你 早就为我们预备的丰盛恩典 帮助我们 清除我们与你之间一切的障碍 不论现在是在线上 是在尸体 是在现场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都在你面前保持一颗可目的心 主啊 帮助我们 疏通我们与你之间那一切的管道 让活水江河 不受任何限制的涌在我们的中间 你的灵高默 你的仆人 圣灵厚厚的高默充满 让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将和用流出来 滋润每一个人 苏醒每一个心灵 好 让我们说的听的都在你的面前蒙恩 主 我们谢谢你 继续地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丰富地与我们同在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哈利路亚 请诸名牧师来带领祷告 亲爱的主 我 我们感谢 主 我带领你的仆人 来到我们奥克兰 圆主 借着你的仆人 向你的教会 向你的百姓来说话 主 我带出你的心意 主 我带出你的统战 主 我圆主你的灵 来恩告你的仆人 主 我带出从你天上 赐给他 要向我们所说的话 主 我求你帮助我们 凡有耳的 我们都来听你的话 主 我在这世代 主 我帮助我们 使我们来下垂的手 发传的腿 重新举起来 主 我 我们有深切的祷告 让每一家教会 让每一同姐妹 求你赐下祷告 祭坛的火 来焚烧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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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旁边听说 让我们继续保持 谦卑可慕的心聆听 好 大家请坐 那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感谢主 也欢迎 爸爸还有Jeff弟兄来翻译 我们一起欢迎他们 来到我们中间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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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我们真是很开心的 能够见到大家 你们在座哪一位 在这过去两年中 有参与我们Zoom上面的 培训的 让我看一下 好 你请你站起来 让你转向那些 才坐在椅子上的弟兄姐妹 你到底在哪里啊 欢迎大家来到 我们今天的聚会里面 我实在很开心 我们能够实体的 与大家面对面的见面 我真的很希望 能够看到那些 我所教导的学生 我们能够实体 面对面的接触 虽然Zoom也不错 比什么都没有还要好 但是没有什么是能够 比我们实体 面对面的相见 是更好的 你现在比你在Zoom上 看得更帅 更漂亮 所以我很开心 能够跟大家见面 我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 向你们问安 我的太太已经77岁了 我现在76岁 我们还是非常地健康 这是神的恩典 虽然她今天没有办法 与我在这边 因为实在要长途旅行 非常地困难 但是相信我 她现在与我们同在 她是在我的组织里面 她现在 现在有很许许多多的 在不说世界各地 在为我们来祷告的人 Hallelujah You are not alone 所以你并不是孤独的 你是在超过七千万的人 神的一个网络里面 在154个国家当中 她就像我们在这边 聚集一样聚集 他们像你一样的 渴望神的话语 他也是被神带 就像你们一样 是被神带领的人 有许许多多 现在就为我们祷告 我们不想要去失去 任何神所赐给我们的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来参加一个讲座 我从来不做讲座 它其实只是 如果是讲座 它就只是知识性的东西 它给你一个笔记本 然后你把它拿回来 就放在书架上面了 人们来到你家里 说原来你去参加过 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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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 那其实只是知识上的 除非我们把这些知识 从我们的头脑里 到我们心中 是没有任何转化的 如果你想说 你今天是要参加一个讲座 我是非常地抱歉 不是你来错地方了 这个是来遇见的地方 我们聚在一起 我们来遇见上帝荣耀的彰显 如果你是今天来想要听 Papadon来说什么 我也是要向你来报知歉 你今天从我这边 什么都听不到 我什么都没有好给你的 是圣灵才是我的导师 他是圣灵来今天来教导你们的 他向你指向耶稣 他看见你的内心 他让你能够改变 转变这都是神的能力 如果你今天是为了Papadon来的话 你可能会很失望 但是如果你今天来 是要从圣灵领受的话 你今天就是会有 极大的恩典铃铛的身上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常常都会祷告三件事情 神来保护我们 然后给我们方向 来向我们启示 当我们来为保护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祷告神来 去保护我们 在我们遇见神的时候 那是我们生命中有些乱流一样 你的灵里面的敌人 does not want you to receive from the Lord 不希望你能够从神那边领受 He wants you to remain lukewarm 他希望你一样 不温不火的 不冷不热的 passive 我要向你 很被动的来 busy occupied 很忙碌 然后被很多事情给搅扰 He doesn't want you to be refreshed 他不希望你能够被更新 renewed 不希望你能够被有清醒 不希望你好像被灵这样挑望一样 所以我们一直都会来祷告神来去保护我们 再来我们就是向神寻求方向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程序 每一个人都想要一个程序 不管我去到世界的哪个地方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今天要说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但是我从来都是会发一些东西给他们 先给他们看 如果他不发东西给我他们 他们就会有点害怕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害怕 他到底要说什么 所以我就发了一些东西给他们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保证 我一定会说我发给你的那些事情 我常常之前会这样发给他们 然后他会看 诶 这个足智足距的看 如果我说没有照着那个稿子说 他说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好像没有说这句 所以我再也不这样做了 我希望你们开始习惯 从神那边聆听他的话语 聆听神的话语 将你的耳朵打开 所以你可以听到神的声音 那神说 那有耳 得当听 有灵的 这样就聆听灵对这个教会说什么 我今天晚上会有人提到启示录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 现在 这我现在是这样想的 我会讲启示录第3章 但是耶稣对这七间教会说 有耳的 有耳当听 你今天有带耳朵来吗 我看一下 你可以捏一下 不然我怕你找不到你的耳朵在哪里 有人是两个耳朵 她带了两个耳朵 有耳当听的 就当听 那圣灵 要跟你说什么 不是今天讲台上站的人说什么 不是今天的讲员说什么 而是圣灵到底对你要说什么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现在希望你能跟我一起来说 今天我来的理由 原因 今天我来的原因 大声一点点 今天我来的原因 不是为什么我要来的真正原因 我看到我的敬拜堂 他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我今天来 是有一个目的的 那是你的目的 但是这不是神要你来的目的 这是有一个聚会在这里 你听说这边有个聚会 是因为有个讲员 你想要听他到底讲什么 但是这不是你真正来的真正原因 你今天要来的真正目的 是比你所想的还要大的 你真正的原因 是比你所想的还要大的 你真正来 为什么你要来这里 是因为圣灵要来教导你 那你从来没有听过的 他要你来说 你从来没有宣告过的事情 他要你来去做 你从来未曾做过的事情 这才是为什么 你今天来的真正原因 这是为什么你来的原因 在你那线上的弟兄姐妹 我也欢迎你 我看不到你 我听不到你 但是圣灵可以 所以我希望你们知道 我们所领袖是在这边 弟兄姐妹领袖同一个圣灵 今天晚上我也是在这里 同一个地方 这边好像只有15 20个空位子 所以你最好早一点来 不然你就没有椅子坐了 因为今天晚上肯定有更多的人要来 所以如果你今天晚上想要有个座位 不想要站着听的话 那你要早点来 那些迟到的人 可能只会在后面 要借着透过这个镜子 透过这个窗户来看到我 或者是掉在窗户上 哎呀 这样子看 或者像那个爬竹子一样 好想要进来 所以我很希望我们来祷告 神给我们方向 然后再来我们叫祷告 求神来去向他闻显示 让圣灵来去向我们显示 我希望你能这样子 再跟我一起说 圣灵所启示的 我再大声一点好不好 圣灵所启示的 圣灵所启示的 谢谢 不错 嗯 很好 我现在76岁 我耳朵我听力不是太好 然后我现在其实有带助听器 我还是不是能够听得很清楚 但是我可以听到 圣灵来的声音 我可以听到 从圣灵来的声音 非常的清晰 因为我将我的耳朵 是调整到神的方向 我听到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事情 所以你相信我 我真的可以听得非常的清楚 当圣灵说话时 我听得很清楚 所以这圣灵启示的 圣灵就会来去医治 我再说一次 所以圣灵不管启示什么 我圣灵都要来去医治 圣灵启示什么 圣灵就要去医治它 好不好 我再说一次 因为圣灵所启示的 圣灵所启示的 圣灵就要医治 圣灵就要医治 我们可以说得更好 你看我们没有操练过 再来一次 圣灵所启示的 圣灵要医治 说得很好 我们一起来起立文来祷告 一样三个或四个人 做一个小组面对面 像刚刚一样 然后我们会一起大声地来祷告 来祈求神的保护 没有人是单独的 你一定要在一个小组里面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祷告神 求神来给我们保护 大声地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中文字幕——YK 我们要向神来祷告给我们的方向 让圣灵能来引领引导我们 我们要去跟着那圣灵的水流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大声地开声地来祷告 大声地开声地来祷告 大声地来祷告 中文字幕——YK 我们要求神来启示我们 圣灵永远不会好像去浪费他所启示的事情 他并不来去搅扰我们的思想 他其实并不与我们好像去玩游戏捉迷藏一样 如果他向你显示展示了什么 他就必须要在这件事上有所作为 他不管是要去医治或者是要去赦免我们 这圣灵从来不会来去浪费他所启示你的事情 所以向神来祷告求祂今天就向你启示吧 我一起来大声地来开口来祷告 大声地开口来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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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永远都是来去倒这个高油 是感恩的你 这神并不会将祂的荣耀来与其他人分享 所以不是给我们这个高油 不是给我们的主啊 是给你单单为你 我们所有的颂赞 所有的荣耀 所有的荣耀 我们来上神来感恩来祷告 祂说今天要教导我们的一切 将荣耀归给祂 我们一起开身地祷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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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榮耀送讚歸給我們的神 因為你是榮耀的神 你是尊榮的神 你是值得我們送讚的神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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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我今天來去主辦單位 常常會問我 我們什麼時候能夠休息呢 你現在必須要知道 我不喜歡有休息的時間 但是我知道你們需要 所以有些時候 可能現在到12點半之間 我會說 我們現在是休息的時間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是我跟你們保證 在現在到12點半之前一定有的 如果我告訴你 現在就是休息時間 那你就會看 如果到底是什麼時候呢 什麼時間還沒到呢 已經快超時了 怎麼還沒有呢 你永遠只會去關注 到底什麼時候休息 而不是我 而不是來去看這種 上帝聖靈要教導我的事 所以請你不要看你的手錶 他永遠都會向你說謊 我一定會保證 有一個休息的時間 當時時候當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沒有關係 你一兩個你可以出去 如果我看到所有人都出去了 那我就知道 我真的是有問題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話 請你就自己安靜的出去就好了 我今天跟Jeff第一次見面 我跟這些翻譯的人常常都會想 講明到底要說什麼 我永遠一直都是來去鼓勵他們 說 我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 聖靈怎麼帶領我就怎麼說 我也很常常為他們祷告 祝福他們 今天我對Jeff說 你不要去一直想 我一定要逐字逐句的來去翻譯 我為許許多多人來翻譯過 我們在非洲市做了宣教士15年 所以有很多時候當從美國來 有牧師來的時候 到我們城市的時候 那宣教士就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來翻譯嗎 所以有一天呢 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講員來了 我不會告訴你他是誰 如果我跟你說是誰 你一定知道他是誰 所以他來了 所以外面有數千的年輕人在這裡 在一個禮拜六的下午晚上 然後他就開始講道 他說什麼我就說什麼 他其實真的說得挺好的 但是突然之間 哇 這個講員就開始說一些 你真的沒有辦法翻譯的事情 他開始去引述一些詩詞 詩詞到底要怎麼翻譯呢 你怎麼樣想也翻不出來 你的這個詩詞 是寫在你的文化 你的語言當中 我們是一樣的 你想想看 如果這邊有兩千多個人 然後牧師開始說一個詩 我有兩個選擇 一個我就停在那邊 哎 牧師啊 不行啊 不行 不行 或者 我就說我心裡想到什麼 我就說什麼 所以我就選了第二樣 我心裡想什麼 我就說什麼 所以他在說 他在那邊說詩 我就說 哎 我想怎麼講就怎麼講 他說的越多 我說的更多 那這就有一個問題啦 當他把他的這個詩講完以後 我要怎麼回去呢 現在不太一樣 所以我有兩個來的選項 我去停 好 我現在來去說 你說什麼 我就說什麼 或者 我繼續地來去分享 我要講的訊息 我又在選第二個事情啦 他繼續講 我繼續講我的 他講他的 我講我的 然後最後呢 我一起來禱告的時候 所以有一百多個人來這邊來禱告 他看著我 我從來都沒有這麼多人在前面要禱告的啊 哇 你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翻譯啦 你在我說什麼之前你就知道我要講什麼啦 所以直到今日 他還不知道 我是在說我自己的道 每一次我見到他的時候 哇 他說我永遠記得那一天 我說我也永遠記得那一天 為什麼我要告訴你這個故事 因為Jeff在這裡 他有可能不知道他要說什麼 也許我就按照我自己的心理想什麼就講什麼 但這也沒有關係 他告訴我這是沒有問題 我相信 今天 今天早上 你在這邊的人 是與神有一個神聖的約會 在你的生命中的這個季節 在這個國家的這個季節 在你教會裡不管是經歷了什麼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有在我們的結構是在154個國家當中 我們教到了超過7000萬的牧者 還有像你們一樣的信徒 每一個地方都有他獨特之處 他們的需要都有所不同 但是我們真的是看見神如何使用我們的機構 來去服侍這所有這些弟兄姊妹們 我們是按照神的恩典來去服侍的 是我們也服侍的 在這裡服侍的中 80個教會是受逼迫的 80%是受逼迫的 但今天早上 我們希望能夠來借著尼西米書 來告訴我們在馬太福音第五章 第一第二節 是我們在登山保訓的開始 當耶穌召集了許許多多的人 幾千人來那邊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 他上了山 自己坐下 門徒到他跟前來 他就開口 教訓他們說 這是我想問你們的 他到底教導了什麼 為什麼主要教導他們 他們呼召這些人來到這邊的目的是什麼 他是在預備他們 聽我的 他是在預備他們 使他們能夠承接他們的使命 他是在傳接給他們 是那個接力棒 你看我手上有個接力棒 這是一個非常獨特奇妙的一個影像畫面 你相信嗎 你現在看我 你可能猜不出來 在我很年輕的時候 我是一個跑步的人 我就是在跑接力賽 在奧林匹克賽奧運裡面 我最喜歡的一個項目 就是400米的接力賽 在400米的接力賽裡 有四個跑者 是一個團體的活動 團體的運動 雖然說每一個跑者都要非常的快 但是並不是只是單單的關注於在這每一個跑者身上 是這個團隊 我有一個影片 我們可以請你們看一下嗎 比賽開始 雅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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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雅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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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一个年轻振动,葛满奇还是太紧张了。 其实葛满奇刚才在内道超越的时候,然后一下超越,然后给他一下带了,还是带了一点紧。 所以就是这个紧吧,然后在最后的这个速度这一点,还是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葛满奇看的点,点是同样的点,但是葛满奇过来的速度已经不是同样的速度了。 所以导致了最后这个交接没有。 因为他们那个,就像两个点肯定还是一个区域那个比较冒险,比较完美的这个点。 如果速度稍微慢一点,这个点可能就出去了。 对,还是一个配合。 葛满奇看上去是葛满奇好像起得早了一点,然后一直呢,这个棒接呢,这个一直就没有喊出来。 然后行程交接的时候呢,已经接到这个交接区域的边缘了,说葛满奇只能停下来了。 是。 在我们看到这个影片当中, 这所有的国家都想要去得到那个金牌。 在美国我们拥有这世界上跑得最快的运动家。 当我们来跑这些赛跑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说美国队应该赢的。 在跑这个接力赛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下一棒。 就刚刚看到那样一样。 所以在跑跑跑。 他们没有办法去接。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有困惑。 我们回去再来一次。 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他人都跑上终点了。 但是那一个队伍就说,我们到底该做什么。 我们没有把这个接力棒交接下去。 我们没有把它正确地交下去。 我们可以四个牧师到前面来。 请四个牧师到前面来。 我们要怎么做呢? 你不来的话, 我就会来到你面前找你啦。 所以你不要这个感觉害羞。 赶快出来。 好,我有四个男生。 你在这里,周边牧师。 李牧师。 跑跑跑。 跑跑跑。 跑跑跑跑。 再跑。 现在他上来。 他上来。 他要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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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子。 再跑。 继续跑跑跑跑跑。 跑跑跑跑跑跑。 好,我回到这里。 好,我回到这里。 好,慢一点。 慢一点。 好,跑跑跑跑。 他老了,来吧,你比较快。 好,你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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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跑跑跑跑跑。 这个年纪越大跑得越慢。 但是呢, 这有一个动作,有一个程序。 你不是丢。 你必须要很准时。 跑跑跑跑跑跑跑。 他不能跑超过我。 like the video clip. he has to wait until I give it to him. 他等我能给他。 I keep running and now he runs and he takes it. 哦,他继续跑。 我交给他说他继续跑。 so if there's a problem in passing it off. 如果说当我在交界的时候有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会掉下来了。 好的。 OK,I'm running. 到底是谁的错呢? 是他的错因为他把它弄掉了? 是我,还是我呢? 我没有把它交接好呢? 我觉得是他的问题。 但是呢, 是两个人都有错。 因为他们协调的不好。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掉下来。 你现在能够理解我要表达的吗? OK,谢谢。 你们只是跑得非常快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尼西米纪第一章。 我们现在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 耶稣到底在教导他们什么? 他在说到底要怎么交接棒交接得好。 因为如果我们要去完成基督给我们的使命,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交棒交给下一代。 其实永远都不是只是关乎你自己而已。 你跟我一起说。 不是只是关乎我。 不是我。 拍一拍说不是我。 永远都不是只是关注我。 也不是关注他。 也不是只是关注你。 你今天早上起来。 你今天早上起来。 你们是不是睡着了啊? 你知道吗? 我飞了三十个小时才到这里来。 十五个小时在飞机上。 身边有一堆在哭的小孩子。 然后十个小时的乱流。 好像我就是在那个弹簧床上面睡觉一样。 我早上六点的时候到纽西兰。 然后我进了国境。 然后他跟我说我十点要聚会。 你累不累? 你觉得呢? 然后我就回去我冲个澡。 我从十点再继续来跟他们在一起到十二点。 如果我现在可以清醒着。 你也可以清醒着。 阿们。 所以我们各位清醒一点。 所以如果我要请你们做什么事情。 请你有精力有能力的去做好吗? 现在你理解了。 亚洲人从常都是很难去理解一些事情。 在非洲他们什么都真心讲话去做。 他们喜欢动画一样。 在亚洲啊。 你们都好像非常的被动。 你不想要没有面子。 你也不想要好像很有侵略性一样。 你不想要做那个出头鸟。 人家要看,哎呀呀呀呀呀。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爱出头呢? 但是未来的三天里。 请你把这兜通丢弃。 你要开启你们的心眼好不好。 她有拍手。 谁在睡。 起来。 现在她醒了。 我已经忘了我要讲什么了。 那是我在想表达的。 这是一个互动的。 我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参与。 这不是只是说我站在台上跟你说什么。 而是你们要进入到这当中来。 所以当耶稣在身上对这群众说话的时候, 他是有一个目的, 是要把这棒接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在这里。 去了解,去学习, 为什么你要在这里。 并不是只是为了你自己。 跟我一起说。 并不是只是为了你自己。 。 我来到他们的原因。 是要去重生礼。 我来到他们的原因。 是要去重生礼。 我再说一次。 我今天要重生领受。 我今天要重生领受。 不是只是为我自己领受。 是要去教导神所交托给我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要来到这里。 是要去学习如何去交棒。 所以李牧师, 我今天有一个东西要给你。 请你上来一下。 我今天有一个接力棒要交给您。 因为你来邀请我来, 所以你知道 要去交托给谁。 这里面有好多个。 你全部都可以拿去。 很多耶。 很多很多。 所以请你把他交棒给你们的领袖们。 Amen! Amen! Joseph, 你从澳洲来。 你也跟你自己说。 为什么我没有拿到一个接力棒呢? 所以我也要给你一个。 因为 你今天来不是为了只是来见我。 你今天来是神与神有一个神圣的约会。 你不管你所领受的是什么, 你要去教导那些神所托付你的人。 去将这个棒交给他们。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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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图像了。 在这个跑步的赛跑好像在你脑海里面非常鲜明的影像。 在有两届的奥运会里面美国输了这样子的比赛。 他们真的是所有人都认为他们一定会赢的。 还有在世界上跑得最快的跑者。 你在跑100米的时候, 那跑得最快的人赢了。 但是你在跑400米接地赛的时候。 但是并不是那个有跑最快的人赢。 因为如果你没有交接棒交接好的话。 不管你个人跑得多快, 你这个团队就输了。 你就输掉了, 你并没有达到你为什么要, 你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因为400米接地赛是一个团体的运动。 当他们输掉这个比赛的时候, 两届的奥运会, 大家都极度地去期盼他们会得到冠军。 但是他们都输了。 因为他们把这个接地棒掉了。 在那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 这个运动台的主播们, 他们就开始来分析。 为什么这样子的冠军队伍会输呢? 他们怎么可以输掉这样的比赛呢? 他们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一群人。 所以我就来听他们到底在讲什么。 然后我也就做了一些笔记, 今天我要给你们其中他们所讲的七个原因, 为什么美国的这个团队会输掉呢? 第一点, 他们失去他们的关注目标。 第二点, 他们缺失了这个团队的概念。 他们永远只想了自己跑步的记录。 他们不再有一个团队的这样子的观念。 他们也太害怕了其他人靠着他们, 离他们太近。 他们这个团队里面有不合一不和谐。 如果说你在任何团队里面只要有不合一不和谐的话, 你没有办法赢得比赛的。 如果你只关心你自己的得失的话, 你不是在乎团队的得失, 你们不可能会赢的。 第五点,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小算盘。 第六点, 他们已经忘记说他们所代表的是谁。 他们并不是代表自己, 并不是说他们自己的名的荣耀, 或者他们能够跑多快。 他们其实是在代表美国队。 他们已经忘记了。 第七点, 他们并没有花足够时间来去训练如何交接棒。 这让使这个交接棒的动作好像是他们的本能一样, 他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 当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一直都是那个400米接地赛的冠军。 不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人跑的是最快的, 但是因为我们就是保持专注。 我们一直在一起训练。 所以我们是有保持一样的律动。 我们也就知道另外一个人什么时候会来。 因为我们知道那最重要的事, 并不是只是跑赢我自己的那一圈, 是把这一个接力棒很好的交接下去。 就是输赢胜负就在这当中。 今天早上, 我想要来专注在这个地方, 到底RPG复兴祷告运动是什么。 它真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到底神最呼召你来参加RPG是为什么。 我一起来看尼西米。 尼西米书, 第一章。 如果我们去看到尼西米记第一章, 尼西米书, 他从那边听到, 到底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些被掳的, 他们是在受到极大的逼迫。 因为那耶路撒冷的城墙倒了。 城门被火焚烧。 所以, 尼西米书4, 当他听见这话的时候, 圣经里面说, 他坐下哭泣, 悲哀几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报道。 他说, 让爱你守你贱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守命的人施慈爱。 能向你守贱命的人施慈爱。 他说, 愿你真的侧耳听。 请你侧耳听。 他做什么呢? 他开始为他的罪来祷告。 他承认他家里人的罪。 他说, 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 我们向你所行圣是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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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遵守诫命。 我们并没有遵守诫命律例典章。 他就开始向神来悔改。 他从他自己开始。 他向神祷告说, 请你来听我的祷告。 在第二章的时候, 他现在就向神说, 求你给我一个策略。 他到亚达学斯王的面前。 他说,你可以去,你可以去。 去耶路撒冷。 他说,这城墙倒塌了,这城门被焚烧。 在第二章, 第十七节, 他来去呼召那些百姓。 在第十八节, 大将说, 你们看见我们在耶路撒冷所遇见的灾了吗? 我们起来建造吧。 让我们起来建造吧。 这就是那个开始。 不管是男女老幼, 他们都是彼此在彼此身上, 一起来建造。 是非常危险的。 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使命。 但是神将这样的事放在他心中, 说要回去, 并且重新建造。 如果说尼西米只看见那所被毁坏的事, 如果他只是在那边哀伤痛苦, 那一个城墙没有办法被重建。 他永远都是这样子废墟。 现在听我的。 你现在看你身边所发生的事情, 那你所在的教会。 如果你看见神所要托付你的是什么, 如果你只看到负面的,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从这负面的想法当中离开。 你永远都会保持负面的想法。 如果你的遭遇的环境好像比神还大的, 那你所遭遇的坏的环境就赢了。 你永远没有办法从那边站立起来。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危机变成转机, 如果你看见神在你面前行事, 你也知道他是谁的话, 那就变成了一个转机, 让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在这里。 神兴起了这样子一个复兴祷告运动。 在几年前在台湾兴起了这样一个运动。 现在有超过一万七千个RPG小组在台湾。 如果我把在全世界华人所聚集的地方都算起来的话, 那实在是有更数以千万计的多。 所以RPG就是复兴祷告运动。 这其实就是圣地里面所说的在那上面隐秘的祷告。 你如果记得耶稣, 在他升天之前, 他把许多的门徒带领到山上。 耶稣对他们说, 回到耶路撒冷, 去到那隐秘的地方。 那你所认识, 你所清楚熟悉的地方, 去等候神。 所以他们给他一个命令, 在使徒行传二章, 回去, 等候。 所以门徒使徒们就回去了, 与其他120个门徒使徒同在, 他们就在那边等候, 在那边等候聚集。 圣地里面就说, 他们在那边迫切地祷告。 因为是在这个祷告当中, 神要藉着, 在祷告当中, 神借着圣灵向他们显现, 他们未来要走什么方向。 在使徒行传二章, 是教会的开始。 是在尼西米基第二章到最后一章, 是神给他们建造的一个蓝图跟未来的策略, 其实跟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是一样的。 所以尼西米基二章到之后的这些, 其实就是在使徒行传二章所发生的一模一样的事情。 是使徒行传二章的那个完成。 如果我们看尼西米, 你就看到说原来在使徒行传二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神向我们显明他的计划。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计划? 尼西米他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景象, 他就把所有的人呼召在这里。 在他们这种患难跟困苦当中, 他们有一股渴望。 你注意听。 如果你真的很渴望, 可慕一个东西, 神就出现了。 你到底今天对什么有这种极大的渴望吗? 有吗? 如果我们是有我们心中的骄傲, 或者我们心中闻闻自己的想法, 或者我们自己的能力, 或者是我去看我的过去的简历, 你看我成就的多么美好的事, 这好像就已经没有地方是让神能够参与的。 今天这不是关乎你, 不是关乎我, 是关乎神。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在敞开的时候, 我们在谦卑的时候, 我们要领受的时候, 完事真的是渴望要领受的时候, 神就要上闻前线。 所以尼西米基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一起聚集在这里, 他们聚集在这里说, 尼西米基就对他们说话, 他们也同意说, 必须要有些事情要成就。 他就呼召他们, 来, 让我们一起来建造。 他呼召他们, 从他们那种急迫的里面, 我们看见他们所遭遇的困境, 说, 你要一起起立起来。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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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一起建造吧, 让我们建造吧。 所以他们是如何建造的呢? 如果你去看看尼西米基这个城墙是怎么建造的话, 你就看见神的大能士如何很实在地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 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如果你来去仔细地看, 我们今天并不是要来去读这整本书。 当时, 如果当你在家里去读尼西米基的时候, 他就真的是, 我真的希望你们敞开心, 打开你的眼, 好好来读。 我现在给你们八件事情, 八件事情, 在那里当中的, 他改变了这个历史。 让那些不可能成就的事, 成就了。 那不可能成就的, 变成已经成就了。 你听到我了吗?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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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 在你的生命中好像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成就的。 在教会里面好像也有很多事情是不可能成就的。 但是神在尼西米基所成就的, 是借着尼西米所成就的。 他让不可能的, 变为可能。 不单单是变为可能, 但是他是, 以这种最奇迹式的方式成就。 就是那种只有神能成就的事情。 只有神能成就。 因为只有神能够去完成。 在人来看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变为可能。 是因为神大能的来介入。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 第一件事情, 他们就去统一了他们为什么要在那边。 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 当你和你身边的人 是有合一的目标的时候。 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去阻拦神的动工。 没有任何的事情。 听我说。 但是若你们不合一的话。 若是你与其他弟兄姐妹有增进。 若你嫉妒他们。 如果你发现好像其他人来抢你的羊。 好像你想要造一个城墙。 这是只是我的。 别人不能碰住朋友。 大家有统合一的这样子的一个目的。 如果没有的话,神不会出现的。 尼西米。 将所有的百姓召集在那一天。 他们是住在这样子的一个废墟里面的。 他们合一的。 他们就有明确的计划和策略。 他们并没有说我们合一的目标就是我要分散。 他们合一是有一个目的。 到底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是有时去建造城墙。 重新建造城墙。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尼西米没有说我要在52天里面把它盖好。 他也不知道到底要花多长时间。 他告诉国王说我这个建造好就回来。 我不知道要多久。 我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我不知道那边有什么危机。 但我知道我有一个目的。 就是重新建造这个城墙。 是神在52天里面把它建造起来的。 是神所成就的。 但是他必须要借着人, 就像你和我一样的凡人来去成就。 他们是在里面有合一的目标。 他们有明确的计划和策略。 而且他们每一家每一户都有一些约定。 如果你去读这本书, 所以他把所有的一家一户一户的聚集在这里。 每一家每一户有他们不同的才能才干。 这就是为什么让他们变成如此的强。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并不是只有一家一户或者是一个才能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干得不好。 这个工作这个工程量太大了。 哇,这个使命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 如果说只有一家的话,是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的。 但是他们把它分好,分到每一家每一户身上。 所以他们每一家都有约定。 他们就使用每一家不同的才能才干。 第一,他们有合一的目标。 第二,他们有明确的计划和策略。 他们每一家之间都有好的约定。 第四点,他们使用他们不同的才能才干。 第五点,他们彼此保护。 他们保护彼此。 所以到底他们是保护彼此,教授免于什么呢? 若我们来读这本书, 你会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危险危机在他们当中。 有许多的人想要来去杀了他们。 需要来分裂他们,分裂他们。 也有许许多的诱惑引诱来到他们的当中。 在耶路撒冷里面,他也有那些讨厌不爱犹太人的那些人。 对,他希望来去跟他们商量说, 我们其实可以再讨论讨论,不一定要这样做的。 我们可以去有一些约定,我们不一定要去建造。 你要使他远离他当初的命定。 所以每一家每一户,他们互相的保护。 保护没有任何一个人跌倒。 第六点,他们彼此相爱。 那你好好地听。 如果你并不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 那些你所认识的弟兄姐妹, 他就如同你一样地爱耶稣。 如果你没有办法爱他们, 那你如何去爱那些不爱耶稣的人呢? 那你如何带那些不相信耶稣,不爱耶稣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呢? 因为他们不想要你所拥有的。 他们对福音没有任何的兴趣。 那如果这样,你如何能够去完成耶稣所呼召我们的大使命呢? 如果你们不彼此相爱的话。 第七点, 他们永远都没有偏离他们的目标, 他们的使命。 第八点, 他们有王的遮盖和经济上的资源。 是那个国王, 王, 他爱尼西米, 去给他们足够的资源, 来去重新建造这个城墙。 我来好好地想一下, 是一个外邦人的王, 完全不相信神, 但是因为他爱尼西米的缘故, 他就供应他们所有建造城墙的资源。 你能够想象吗? 这就是神如何动工。 他会供应我们,给我们资源, 从你从来没有想象会供应的那样子的方式。 若我们从这边, 扎位暂停一下, 我们就没有看到这个故事的全貌。 而这故事的后续有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在他们一起来工作的时候, 他们有木匠可以能建造。 也许有些人能够研铁可以制造东西。 有些人能够画画, 他们每一个人都一起地合作。 但是突然之间, 在52天。 你有想象吗? 都不到两个月。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他们从来没有想象, 52天可以把城墙盖起来。 我们好像快做完了。 他们并没有说, 我们只有52天的期限。 他们不知道要花多久的时间。 他们知道这是使命。 他们只专注。 他们就装他们的材杆完全地释放出来。 而当神来去供应他们的时候, 而当他们持续地专注的时候, 他们突然发现, 盖好了。 这个城墙已经建造好了。 52天啊。 跟我一起来说, 5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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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60。 不是90。 不是120天。 52天。 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变为可能。 因为他们专注在他们使命上面。 若我们在这边停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不是吗? 但是它的结局却不一样。 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有一些组织。 然后他们彼此有约定。 在这个约定里面, 他们去承诺了六件事情。 他们去承诺他们不与外邦的人不嫁取这地的名。 我们只会与犹太人来通婚。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们只跟信主的人能够互相的结婚、通婚。 第二, 他们保证不再安息日做工。 第三, 他们保证按时捐赢给神的店使用。 第四点, 他们保证供应神店如按时将所献祭所需要的财奉献在神的坛上。 第五点非常重要。 他们保证将投胎的, 所有投胎的来交给神, 包括儿子和牛羊。 如果他们是农夫, 他们所养的这些牲畜里面的那个投生的都要给他。 如果是牧羊的就把羊献给神, 投生的羊。 如果他们是种植的, 他们将那个生产的头第一批来献给神。 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在一个家庭, 他们将他投生的儿子献给神。 为什么呢? 他们将那投生儿子奉献来去服侍神。 这是我的儿子, 这是我的女儿。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按照神的教导来去成长。 我们将他奉献给你神, 来去服侍你。 他们保证他们要十一奉献, 你按照信心十一奉献。 你已经十一点半了。 有人能够把那个石灯砸了吗? 我还没有讲了一半呢。 你必须在语练慢的。 你必须在语练慢的。 我还没有给你一个休息的时间呢。 如果你需要休息的话。 我现在故事才刚刚开始。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签了这样子的一个约定, 尼西米是第一个签的。 然后他就回去了王的面前。 回到王的面前。 他就回去那边了。 因为他与王有个约定。 他说城墙盖好我就回来。 现在城墙盖好他就回去了。 所以他就回去了。 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回去了多久, 圣经没错。 但是也许是在两年到十五年之间。 当他回来的时候。 当他所有的事情都被搞砸了。 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所立下的约定。 他们没有在专注在他们的这个目标上面。 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应该要去崇拜敬拜谁。 他们回去他们父祖那边的偶像。 他们与那些不信的人通婚了。 就一句话来总结。 他们就把那个接力棒丢到地下了。 他们完全地扔下来了。 他们掉下来了。 当神向他们写些时候。 他们用52天就盖完了城墙。 但是他们的,因为他们专注。 当那些领袖离开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按照体力行事的时候。 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专注。 他们就把这接力棒给扔了。 所以当尼西米回来的时候, 他看到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完全是一团糟。 成绩是好的现在变不好了。 所以原本建造的被拆毁了。 所以尼西米, 他必须要回去来将这些事情还原。 所以让我来问你。 我们刚刚在尼西米里面所提到的, 所有这些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要跟你说。 我们很容易这样子做。 是有一个很好的开头。 我们就能够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当中, 来去寻求神。 但是当困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好像就把那个接力棒掉下来了。 或者是我们只是关乎至于我们在现在所做的事情, 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使命。 到底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们的使命不是让RPG小组能够在所有国家里面都有RPG小组。 我们的使命不是让每个纽西亚的教会里面都有RPG小组。 这个使命是, 是来与基督连结, 连结于他的使命。 那他的使命又是什么呢? 马太福音里面提到, 万国万族万邦都要有机会来听到神的见证。 然后试文, 我们是要与神连结, 参与到他的使命当中。 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够来听到。 那到底怎么样可以让这样发生呢? 我们很担心我们让RPG变成我们的偶像。 或者是一个俱乐部。 哎呀,好像基督徒都可以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RPG小组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来告诉你RPG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重新来定义, 然后我们重新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当中。 首先, 我来告诉你RPG这个运动不是什么。 不是又一个的祷告小组而已。 它不是一个好像我们彼此一起喝咖啡的团契时间。 它并不是其他教会小组的替代品。 它并不是教会的另一个活动而已。 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要给你五件事情。 你们准备好了吗? Here it is. The RPG is a gathering of pastors 是牧师 代导者 同工 所有信徒 他们每个人有主要的目标 是要去领受 是要去领受 和服侍 神的同在 是在神的同在里面服侍和领受。 这个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 是任何时间 与任何人一起。 所以这个运动的热情 是能够看到当地教会能够复兴。 在耶稣 在能够遇见神 遇见圣灵的祷告当中会复兴。 为什么? 所以教会能够去完成它所领受的使命 能够去得到那最后为德之名。 The final unreached people group will never be reached through a lukewarm prayerless church. 因为那些为德之名 是永远没有办法 借着一群冷淡的基督徒来去得着的。 It's the reviving praying church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use to reach out to the nation 去遇见那些人 and accomplish the mission! 因为那才能够去遇见那些 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的人。 The RPG is not the mission! 这个RPG它不是使命! The RPG is a strategy to accomplish the mission! RPG是一个策略 是一个方式 使我能够达到完成这个使命的方式。 Now quickly 我现在很快地来讲一下 Go with me to Acts 我来问一下 Acts Oh, Acts, sorry 是在使徒行传 Yeah, it's okay I'll just give you the verses easy Easy ones He's doing very well Yes, yes, huh? Yeah, yeah But now it's going to get harder for him OK,现在它开始越来越难了 Now in Acts chapter 2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There are five miracles that take place 有五个神迹 What we saw happen in Nehemiah chapter 2 我们看到在尼西米巨第二章 是重建城墙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是教会的开始 教会的 为什么要有教会呢? 是有一个目的的 这就是我们在那祷告的房间 这是为什么这个父亲祷告运动的开始 第一个RPG 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这是世上第一个 在那上面隐秘之处 他们上 耶稣将他们 叫他们回去他们的家里 让他们一半的 你离开我们了 你要升天了 我们是失落的 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 我们不要回去 我们要去钓鱼 我们要去做其他的生活 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 来听我说 他们这样说的话 你今天就不在这里了 你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 你听到我了吗? 你今天不会在这里了 如果他们这样说 今天就没有教会了 教会是在顺服当中所产生的 是从神的命令开始 回去 他们看到耶稣升天 他跟他们说 回去 你要被圣灵充满 你要去把这样子的讯息传远 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 知道地底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使命 我上天了 你要来去完成这个使命 我要在我的那隐秘之处 在上面 你要来去完成这个使命 然后完成这个使命 因为耶稣来去拣选你和我来去完成他的使命 这就是他的计划 是借着教会 所以他说什么? 他叫他们的使徒们回去 回去了 120个人 他说 我该怎么办 耶稣呢? 他已经升天了 那你们在这边干嘛? 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要回来啊 等什么? 等他应许 什么应许? 他应许说他要再来 他要去来充满我们 我就等 等多久 直到他再来 阿们 对吗? 你们听得懂吗? 我会说阿们好吗? 谢谢 谢谢 Thank you 是 他拣选了教会 所以他们顺服所以回去了 他没有说到底那一天是什么时候 他这个经文里面就讲说圣灵再过几天之后会来 他没有说五天 没有说是十天后 或者是二十一天 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几天 但是他们就回去了 圣灵十天之后就来 他们在那边聚集到 五个成绩 已经十一点四十了 还差一点点 那个可能时间不太对了 也许其实只是早上九点而已 你们刚刚到 我才刚刚唱完我的诗歌 我才刚刚开始而已 如果你需要去休息或者有 我现在没有讲到正基台的时候不能停啊 对不对? 有人要我停吗? 如果你虽然你要求我也不会停的 所以就这样说了 五个神迹 第一个是聚集的神迹 那是什么? 为什么聚集就是一个神迹呢? 当耶稣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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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祷告的克星兰医院的时候被拉走的时候 在最后一个晚上他在祷告的时候被拉走 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跑了 他们分散了 他们离开了 所以 重新聚集就是一个神迹 第二个神迹是祷告 祷告为什么是神迹呢? 因为非常简单 当耶稣最需要他们的门徒的时候 当他对他们的门徒说 他导到他们的使徒门徒进去 来来来来我一下来祷告一下 所以他们就到克星兰医院祷告 你去那边祷告吧 当耶稣祷告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门徒做什么了? 他们的门徒 睡着了 因为这是我的孩子 所以我可以这样做 他们在睡觉 所以当耶稣呼叫他们来祷告的时候 在他最需要的时候 他回来说他看到他的门徒做什么 他们在睡觉 他说 嘿嘿嘿嘿 其他你们难道没有办法专心这一个小时陪我祷告吗? 他们在睡觉 你可以回去了 我知道他早上可能都在睡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祷告其实就是神迹 当人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每一天都祷告 每一天都在祷告 他们每一天都在祷告 这代表什么? 他们从来不停止 一直祷告 这就是一个神迹 当你能够使人一起来祷告的时候 这就是神迹 这是第二个神迹 第三个神迹 他们就领受 所以所有的祷告都是要来领受的祷告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要领受 我要领受神的爱 祂的祝福 祂的供应 祂的圣免 祂的咒文脱离一切的凶乐 所有的祷告都是要去领受 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当他们祷告的时候 圣灵降临到他们当中 你想象一下 也许我们这边就有120个人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椅子 但是如果这就是他们使徒所在的地方 当圣灵来到的时候 他说圣灵来到他们当中 我怎么知道 因为你看到圣灵来的时候 他们就分散了 他们就 在他们当中 就是领到他们每一个人身上 他们领受 他们领受 他们第二章的时候说 他们收到领受的时候 他们就做了第一件事 第四个神迹 他们就在神的同在的当中 第二章第十一节 当然很多人对这个有困惑 他们说当圣灵来的时候 因为圣灵里面说他们讲方言 不同的语言 所以有些人就说他们领受的方言 他们就去到各处去传讲福音 不是 我相信方言 但是那个时候所领受的方言 不是我们一般所认识的方言 所理解的方言 不是那个 我们所说的方言是那个祷告的语言 但是这里所说的不是祷告的语言 祷告方言 我怎么知道 你看第十一节 那些在外面的人 他们就听到一些什么 是在他们自己的语言里面相谈 他们可能听到有人说中文 或英文 或者是非洲语言 或者西班牙文 所有那些文人所能够掌握的语言 那一天 他们都听到了 我怎么知道 因为圣经这样说 他说等一等啊 我们好像听见我们的湘谈 那他们到底听见什么 他们听到那些里面的人 向外面的人宣告 是用他们所能够听得明白的话语来宣告 就是神所成就那一切美好的旨意 他们听见那里面的人 用他们的语言来说 神是多么美好 那就是他们所听见的 是一个神迹 是来去让人能够看见神的统在 第五个 是收割 他说看见那天有三千人来信主 然后我们看见那神将那每一天 得救的人数加添给他们 所以这些收割并不是只是一次 他是持续的 他持续到如今 来听 如果我今天所说的 你什么都不记得记住这件事 所以在这个我们来去宣告 神的同在 以及这收割当中是有段时间 有些事情会发生 不是因为彼得的讲道 他是他出去说了 他能够在他带来许多的救护 三千的人来继续认识主 为什么这些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呢 不要去误会 如果你把这个搞错了搞混了 你就把所有东西都搞错了 这里面发生一些事情 在从他们看见 得到神的同在 得到彰显的那一天开始 到那收割的时候 这是有一段时间 是那树林的空气 分为改变了 来 所有人跟我一起做这个动作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是那树林的氛围改变了 是什么意思 原本这些人说 我们要来去处死他 另外一群人说 我们要这个强盗我们不要耶稣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什么改变了 为什么他们变成了领受的人呢 因为那树林的氛围改变了 那再听我说 每一次你聚集的时候 每一次你祷告的时候 每一次你领受的时候 每一次你来看见 彰显神的同在的时候 这树林的氛围会改变 然后就会有收割的时候 这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发生的事情 两个故事 现在就要发生 这两个故事是在台湾发生的 我可以给你数以百记的故事 但是你永远都不可能去休息啦 然后你可能就很不喜欢我 只是两个而已 第一个故事 我在台湾里面分享 去来就像你们一样 我在里面分享 这边有女性的女牧师 女牧者吗 有有有 我在教了其中有一个牧师是女牧师 她的父母是佛教徒 当她信主之后 她从她家里被赶出来了 所以我在那边是教导她 还有教导其他的牧师 这有五个神经使者 所以我希望你们回家的时候 在你的家里就来做RPG的祷告 那让那些与你同住的人 召集他们在一起 你们住的地方 可能不只是只有你的家人而已 还有其他的人 这是华人很喜欢这样子 你可能就永远都有一个客房啊 也许哪怕你没有 你也会希望有其他人与你一起 所以她就把那些与她同住的人 召集在一起 他们就聚集了 他们在祷告了 领受了 然后去彰显神的同在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他的电话响了 他的电话响了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地方 当他们祷告的时候 他们把手机关进音 但是我发现在华人的文化里面 你永远不会把你的手机关掉 从来不 可能有人在那边讲道 不好意思 就好像说你不能够把你的手机关掉 因为哪个重要的人 有时候可能就要找你怎么办 当他祷告的时候 在彰显神的同在的时候 手机响了 他打起来 他说妈 那你注意听 他妈妈是八十岁了 他一直都是佛教徒 他把他的独生女赶出家门 只因为他信主了 他们有许许多多年 没有见面 没有联系 但是他妈妈在电话上 他这样说 女儿啊 那些邪灵们 在我家里的偶像里面的邪灵 他们在困扰搅扰着我 请你来将他们回去 我想要领受你的神 哦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哦 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属灵 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那属灵的空气改变了 你现在明白了吗 那属灵的环境改变了 我怎么知道 为什么她女儿信主的时候 她那个时候就不信主呢 因为那属灵的环境没有改变 她为这个祷告很多很多年 他们都还没有成 为什么这个时候她妈妈愿意相信呢 因为他们在那边彰显神耶稣的统在 那这样子属灵的空气 属灵的环境一定会改变 当这属灵的环境改变的时候 就永远一直都会有这个 我一起来说 当属灵的环境改变的时候 这永远后面都会有带来属灵的收割 当属灵的环境改变的时候 当属灵的环境改变的时候 我感觉必定带来属灵的收割 必定带来属灵的收割 永远必定 第二个故事呢 大概我在这三周里面 在台湾上上下下到处的来去分享的时候 每一个主要的城市里 在最后一个周末 就说我要离开那地方 在最后的周末 我要回去美国之前 那一个跟我在一起的牧师说 他知道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疲惫 他说 我的母亲并不是信徒 我们可不可以去到她家为她祷告吗 我说当然了 她在哪里 离她我们大概还有几个小时的路程 所以我们就上车 我们就开了几个小时 所以他说到我们去妈妈家之前 我们可以到山上来去看到整个城市 所以我们就到山上了 我们就在那边有一个RPG的祷告 所以你看可以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 与任何人 我们有三个人在车上 我们就在那里有RPG的祷告 我们聚集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从神领受 我们来去彰显神的荣耀 彰显与我们同在 我们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我能够去知道说那个 鼠林的空气会改变 然后什么时候这样子的说 都会来到 所以我们就到山上 说我一下山之前我要去买杯咖啡 我就看到这个游客的地方 有一个卖咖啡的地方 所以那个老板是一个佛教徒 他在那个地方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 他是那边的一个领袖 所以佛教徒他们很喜欢被祝福 我们就来去祝福他们 我们去买了咖啡 我们就去看牧师的妈妈 所以我们就上去了 我们到了餐厅 关门了 我们就回到车上 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开出去了 我们就看到有人其他人就要开过来 他看到一个客人 我们看到一群客人 所以老板看到一群客人 我们却看到那一个可以信主的人 所以他就跑过来 老板跑过来 他说不好意思我刚刚在花园里面 还没有要到开门的时候 我的同伴说我们只是来这边来祝福你们而已 我就下车 然后我就到他面前我来祝福他 把我手放在他头上 我说爱我的神来祝福这个人 让他的生意兴隆 让他的家人健康 Amen 然后我结束以后 我就看到他在流泪了 他说从来都没有人像你这样子来祝福我 他就这样说 你要喝咖啡吗 那发生了什么事情 鼠邻的空气改变了 来你的手 鼠邻的空气改变了 对很好很好 不要把你的手一直放在你的口袋里面 这样子举起来 我希望你们能够知道清楚的明白 鼠邻的空气改变了 那样鼠邻的氛围改变了 所以我们就进到他的咖啡厅 他就说你还要其他东西吗 然后他就说冰淇淋 嗯好好好 你有芒果冰淇淋吗 我太喜欢芒果了 他很喜欢吃芒果冰淇淋 我就跟他一间交谈 他跟我说 他说为什么你会到这山上来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 鼠邻的更为改变了 啊 鼠邻的氛围的氛围改变了 对 鼠邻 然后呢 他说我不是为了要上山来看风景 我不是上来看海 因为我到海边很多次了 因为我来是因为上帝给我一句话 是要来交托给你的 蛤 神真的要你跟我说这句话吗 他说那到底是什么话呢 鼠邻 当他去询问到底是什么话的时候 这鼠邻的氛围就改变了 所以我对他说 先生啊 你相信 你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偶然的机会 若一个老人 在数千万里远的地方居住 会来到你住的地方 在那个时候是疫情里面要有三周的隔离哦 三周的隔离 我在隔离这边三周 谁会这样做 在台湾上上下下到处跑 在他能够回家前的那个周末 从其他的另外一个城市 开了三个小时的车到你的山上来见你呢 到底是怎么样偶然的机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说不可能嘛 他说我对他说 这就是你在神的眼中是多么重要的 你一些重要的人 我跟他就是跟他 在三分钟里面跟他分享见证跟福音 然后我对他说 弟兄啊 有任何的理由 你不会有任何理由阻止你来去邀请耶稣到你心中吗 他看一看 他说没有耶 那他发生什么事情 属灵氛围改变了 所以我就让我的弟兄我的牧师用中文和他一起来祷告 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因为翻译而被改变了 所以他就说用中文来带他来祷告 所以他就用中文带他来祷告 当他结束的时候 然后又看到眼泪从他眼中流下 他说 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啦 他说我是一个佛教徒耶 我到底做了什么啊 他说几周以前 他说有很多韩国人他们坐巴士上来 他们是游客 其中有一个还是牧师 他来到我面前说我要给你一个圣经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对他说 我是一个佛教徒 我不相信你的神 我不要你的圣经 为什么现在改变了呢 属灵的氛围改变了 那属灵的这个收割就临到 你现在明白了吗 你明白了吗 这五个神迹 开始的教会 是教会的开始 教会的起点 是一个祷告的教会 所以教会其实是有呼召 是要去完成耶稣基督的使命 来去得着那最后的未得之名 这就是耶稣如何决定 接下来要如何发生他的蓝图 他可以这样子一点 就是说这所有人都信主了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他选了120个人 就在那上面有一个这样子RPG的一个小组 那就是教会 就是教会 你就是教会 你就是那个使命 你就是同样要去完成的人 那你是建造怎么样的教会呢 你是来建造一个祷告的教会吗 你是不是聚集人一起来祷告呢 去领受 去彰显是耶稣神的同在 来未来去宣告他的大能的话语 然后就看见 这个属灵的环境改变了 然后收割就来到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在这里 不是有任何其他的原因 就是去领受这样的呼召 就像尼西米要被领受他要去重新建造城墙一样 我们被呼召 去更新教会 使人们能够回到神的使命 使我们回到当初其实为什么要建立教会的初心 你并不是一个会说华文说中文的一个俱乐部 你是神所拣选的只是刚好你会说中文而已 你是一个教会 是神所呼召的教会 也给了一个他的使命的教会 就来要去跟许许多多讲华文中文的人传福音 你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你的使命没有改变 你的教会存在的目的并没有改变 那就是为什么你今天会来到这里 让我一起起立 我要来呼召 大家回到我们的使命当中 回到为什么我们要在这边聚集 我要来使我们的回转 耶稣要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 每一个牧者 来重新在神人面前更新 能够去回转到他们的目的里面 这不是与其他中文教会有任何增进的关系 是我们要去完全完整这个样的教会 是要一同合作 来去完成神所托付的大使命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牧者的话 如果你是带领一个教会 我希望你能够来到前面 来到前面来 那所有教会的牧者们请你到前面来 如果师母在的话也请你出来 或者是牧师的另外一半都请你到前面来 来牧者请到前面来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请牧师师母可不可以在一起好不好 牧师和师母如果一同来的话 请你们站在彼此的身旁 神呼召你们 是有目的的 是要完成他的大使命 是要去完成大使命 神呼召你们 是完成这样的使命 那到底是什么使命 是能够看见你教会的复兴 是那些说中文的那些未得知名 能够听见福音 那些未得知名 你现在在纽西兰 但是你也是中国人 你有这样子能够说中文的恩赐 在纽西兰有许多说中文的人 你在这边不是只是为了那些能够聘用你的这些会众们 但是你是有一个使命 所谓耶稣的使命 是这个教会的使命 是要去来去完成这个使命 是要去得到那些在纽西兰讲中文那些未得知名 在澳洲也是 就不管世界各处哪里有华人 我们就要去完成这样的使命 这就是你的使命 是比你还大的 是大过你的 是比你所拥有的更多 也许不是超过你自己本身恩赐所能够完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呼召你 因为你就像那120个门徒里面的医院 他呼召他们去完成比他们更大的事 是完成比他们更大的使命 但是是超过他们自己更远程能完成的 所以这样能够来神会供应 他就拆派他们出去 那就是为什么你今天要在这里 我今天要为你们祷告 那我要为你祷告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够在神的面前再次的重生 为什么你是被神来去呼召出来要做什么 这个复兴祷告 复兴运动的这样 复兴祷告运动它只是一个策略 这就是耶稣在使徒行传 开始这个教会的开始 那个时候所使用的策略 如果耶稣用这样的策略 来去开始整个教会的开始的话 这是说当今也是如此重要 你也在纽西兰的时候 祂也在呼召你 来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这是祂的策略 这是祂的计划 你呼召聚集人一起 他们这群人是希望能够来到神的同在里面 他可以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跟任何人在一起 他希望能够开始建造一个祷告的教会 我们要在这个教会里面看见神荣耀的彰显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神那边领受 我们可以在那边彰显祂的同在 我们就看见属灵的氛围要改变 当我们就看见那收割必然来到 我这样子有呼召 这是对你的呼召 我现在来为你们祷告 爱我们的主 在奉耶稣基督那宝贵的名 我为这些属你的人来祷告 那些所你所呼召的牧师们 来去服侍你 建造你的教会 那不是他们的教会 是主你的教会 你说我的殿是祷告的殿 是万帮万国祷告的殿 这就是你所呼召他们要建造的殿 所以主啊我祷告 我祷告 为每一位牧者祷告 或者是每一位师母祷告 或者在这边我所站立的领袖们 我来向你寻求 将你的火临到他们当中 在那五旬节里面将你的火临到他们当中 让我们一直是我们的渴望 我们要我们的教会成为火热的教会 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他们 能够用圣灵来去装备他们 更新他们 更新他们 你的火更新他们 你的火更新他们 让他们回到重新建造 他们可以完成你给他的使命 这是为什么你要呼召他们 我来祝福他们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希望你的手能够像我们早上一样这样举起来 一起来祷告 不是高举是领受的举 当你来领受的时候 爱我们的主 大声一点 爱我们的主 我从你领受 借着圣灵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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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使用你当初赐给使徒行传教会的策略 来使用你当初赐给使徒行传教会的策略 I commit to starting the RPG in every area of my church 我立约 我要在我教会的各个施工当中 建立RPG祷告的小组 I will start with my family 我会从我的家庭开始 然后到教会的各个家庭当中 所有的孩童 青年们都会学习如何祷告 我们在你的面前渴望你 We need revival in our church 我们的教会需要复兴 我们的教会需要复兴 Start that revival now in me 主 从我开始复兴起来 从我开始复兴起来 In Jesus' name 奉耶稣基督的名 In Jesus' name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I going to have you pastors just turn around and face your people 我很希望牧师们能够转身来面对我们的会众 这些是你们的牧师 这是所带领你们的 是那些所爱你们的牧者 所以希望你们弟兄姐妹 你的手能够像这样子往前举 往前举 我能够大声开口地祷告 来祝福他们 大声奉耶稣里面的祷告 我一起开声大声地祷告 为牧者们祝福祷告 圣上的弟兄姐妹 我要来为你们祝福祷告 在我们这边的牧者和我们县场的弟兄姐妹 也为县上的弟兄姐妹祷告 在这边我们为他们所祝福的 也是祝福你们的 Amen Now I promised you a break 我曾经答应你们一定会有个休息的时候 And I asked Jasmine How much time is the break? 我就问一下到底有多久的时间 She said 15 minutes 她说15分钟 So I'm going to let you go 15 minutes early 所以我要让你们提前15分钟走 It's 12.15 现在12点15 You can take your break 你现在可以有你的这个休息时间了 And then we can fellowship together 让我能够一起有团契的时间 You don't have to leave quickly 你不一定要很快就赶快离开 And then tonight we get together And then tonight we get together Pastor Lee Is there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Before we give them the break? 李牧师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来分享 I kept my word I gave you a break 我遵守我的答应你们的事情 真的有给你们15分钟 是不是 好 我们谢谢周德婆人 Papadam在我们当中的分享 我们再次向主献上感谢 也谢谢Papadam大中的服饰 Hallelujah Hallelujah 感谢主 友姐妹 我们早晨的聚会 会在这里就告一段落 那如果各位 你愿意在这里安静一段时间 继续的 让我们在这样的氛围当中 与主有更深的交通 亲近 你可以在